朋友们,我是瓷米老张 我今天去我的储存室 从保险柜里拿出这件我最珍爱的瓷器 也是世界有瓷史上最顶级的瓷器 从制胎到化工到所用的颜料和每一个笔的起笔和落笔等等 都是最尖端的东西 现在两种光线 一种刚才看到自然光,屋里比较暗 第二种看到的是带有一些灯光和手电筒 这种光线之下 然后我在它的入口处放了一个小灯 然后照射进去 现在从外边看它的这种半透明度有多么的 就是说明这个胎有多么的薄透明度非常高 这个胎体是洁白的 它有极薄的胎体 外加两层内外 所以几乎没有胎的 就是所谓脱胎吧 这是从探头看见了内部 虽然是洁白的胎 但仍然在这种对右的这种看法之下 因为从上往下看是对右的 但轻右还是一路一线无一的 这种但轻右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这是它内部的结构 看底部脏的东西由二次氧化跟右已经混为一体 这个根据一个初步的概念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新的东西 已经很老了 它烧得非常紧致 所以不容易腐蚀 而在它的身上找出这个古老的痕迹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有一定有 因为它是老东西 就一定有古老的痕迹 下边后边我让大家看 这是从里部看到的内堂是什么样的 和内堂的右 这是一张照片 固定的大家可以去看 这是另一张照片 所以两张照片 懂词的人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看这个款 很多人马上会说 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房 不要轻易这样讲 没见过的东西很多 唯一的东西都是没有人能见到的 直到第一次见到 所以那种逻辑是不对的 看看它的画工 齐笔和弱笔 看看谁能仿 谁的画工有这么高超 两个儿童两面穿衣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画工也是极其到位的 很生动 不很逼真 大概就是那个时代 也就能做到的最佳状态 但是也许追求的就是这种美 看看它这种不同颜色图片上 给出的状态 我从这个磁胎 磁右里面看到了平等轻的迹象 但是有一点不是完百分之百的清晰 就是它和清代所用的叫韭菜边的清料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因为韭菜边清料用的实在太少 我还没有上手过 所以我无法断定 但是在旧目睛为止 我看到的 这是平等轻的一种特征之一 它又沉淀舞到台上 外面看起来非常清晰 另外它上面有很多这种 右下它的右极其的牵引 在其中仍然产生了物理变化 成成这种小白物状的点 这都是刺激老化的物理变化带来的 没有相当的时间 几百年的时间 它是不会形成这种东西的 这是若干个照片 我给大家 为了那些个特别痴迷研究的人 可以介意参考 然后看看你们的见解 跟我所说的是不一致 这些个小小的白色的晶体 是我的着重点 还有这些个气泡周围的那种 模糊不清的那种物状 也是我的着重点 因为它物理变化 就从硬瓷里边的物理变化 就是这样的 有的瓷有比较厚的 甚至可以开出洁白的瓷花来 这个因为瓷有相对的比较薄 而且烧得非常坚硬 所以它不容易产生跟外界的反应 但是尽管如此 它仍然留下了古老的痕迹 这些是在某个耳处 在这个宝月瓶的耳处堆积了一些古老的痕迹 无论如何 这是一件世上罕见的 绝对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的东西 应该人们联想到 有一叫农夫耕耘的宝月瓶 和这个应该是同一个党籍子 但是这个瓷器上面有一条冲线 尽管如此 我仍然认为它是人世间的真品